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队整理出香港简报 乐观,香港招聘将在2023年回升 彭博社报告 笔马威的香港高管申筹展望调查 显示,随着冠状病毒限制的放宽 香港和大湾区高管今年对招聘的态度更加乐观 调查显示,今年有44%的公司主管希望在香港招聘 而去年这一比例为40% 然而,在接受调查的六个行业中 计划增加员工人数的金融服务和房地产高管人数 较去年有所下降 对香港和大湾区中国大陆城市 约1330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 由于2022年换工作的人平均加薪23% 预计今年的工资将上涨 奖金从2021年的2.21个月增加到去年的平均2.43个月 然而,鉴于对全球经济环境的担忧 受访者预计今年的奖金会降低 下一则新闻 中国国歌没有吹声,但香港球迷为新加坡的国歌欢呼 南华早报报告 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足球友宜赛上 球迷门没有吹中国国歌,有些人反而为新加坡国歌欢呼 中国和新加坡在旺角体育场的比赛中没有吹声 尽管这是6个月来香港第二次在旺角体育场进行比赛 9月,一些球迷在香港大球场吹声中国国歌 由于革命,19的限制,许多人戴着口罩 在最近的比赛中,支援者中也出现了口罩 尽管该活动是在6000名球迷中举行的 就在比赛开始前几个小时,球迷们在场外排队购买新的香港队投医 香港奥会议指示国家体育机构遵循一项新规定 要求他们更名为香港中国足球总会 否则将面临失去政府资金 下一则新闻 谁银银行交还能吸引香港富豪 彭博社报告 谁是信贷在香港举行的年度投资者会议上 气氛阴沉 客户表示哀悼 银行家们在这家拥有166年历史的陷入困境的银行 思考他们的未来 据报道 管理人员花费大量时间讨论潜在的裁员 这场名为拥抱现实的会议 吸引了2000多名投资者和对冲基金 然而 董事长压克塞尔 来曼和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希 科尔纳在为其三天的活动中都缺席了会议 相比之下 就在几公里外 瑞银在巴塞尔艺术展上接待了客户 艺术画廊 收藏家和投资者在香槟和威士忌上交流 这导致了将瑞士信泰和瑞银重新命名为 及的笑话 瑞银的一名员工表示 这是一个疯狂的一周 并且感到放心成为收购者 而不是被收购者 下一则新闻 艺术品在纪念被监禁的香港抗议者后被移除 美联社报告 据艺术家 洛杉矶的泰翠黑 亚马登 帕着金玛丹 称 一件涉及被监禁的持不同证件者的数字 艺术品被香港一家百货公司设下 这是该事言论自由受到侵蚀的证据 甘子暴徒在崇光铜锣湾店的看板上展出 该展览于上周开幕 展示香港在疫情旅行限制后回归繁荣的文化中心 这件艺术品使用平移监控摄像头显示 类似举阵的文字闪光 其中包含民主运动中结出人物的名字和监禁 速度太快 无法用肉眼看到 但可以通过摄影访问 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是否在移除这件艺术品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但就在几天前 一部经常被用来扎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小红维尼的当地杀陆电影 从电影院设下 自国家安全法 通过以来 红线变得越来越难以界定 苹果日报在高管被捕并被指控串通后被迫关闭 一些以政治工作而闻名的艺术家逃离 电影制作人避免展示他们的作品 阿玛登说 他知道这项工作会引起争议 他希望声援民主抗议者 并提醒观众香港的新现实 看香港艺术周假装中国政府没有粉碎民主国家 把香港变成一个附庸监控国家 真是太过分了 因为它是一个好市场的便利位置 他说 他继续说 这件作品被审查并撤下 以作为最事作品完成 展示了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自由的喪失 下一则新闻 汇丰银行改组投资银行领导层 由格雷格、古耶特领导 彭博社报告 汇丰银行 在去年决定任命格雷格、古耶特、 格雷格、 为该业务的唯一负责人后 重新调整了其全球银行和市场部门的管理层 此据见证了Jerry Keith和Lisa McGough的晋升 领导汇丰银行的全球银行部门 Keefe和McGough将接替Gayette 而后者将监督资本融资和投资银行业务 与此同时 Patrick George被任命为市场和证券服务的唯一主管 取代Georgia Hattie 后者晋升为首席财务官促成了这些变化 此次改组将显著改变汇丰银行的欧洲领导层 尤其是在Lisa McGough今年早些时候 从富国银行Wales Fargo聘请成为汇丰银行全球银行业务主管之后 市场部门领导层的进一步变动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 下一則新闻 恒大将在法院重组中置换违约债务 彭博社报告 中国恒大集团披露了其债务重组计划的细节 该计划要求境外债权人将其债务换成新证券 此次重组包括与恒大 其Synic Journey部门和离岸融资部门天机控股相关的债务 信贷投资者可以选择10-12年来到期的新票据 也可以选择与恒大物业服务部门 电动汽车部门或建筑商本身相关的工具 在头两年半 新债券的利息可以现金或实物支付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恒大仗需要在五年内获得364亿至437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如果恒大再次违约 无担保利岸债务投资者将收回97.3亿元人民币 14.8亿美元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两只风景之旅美元债券上涨3美分 至9美分 恒大仍然是负债最多的开发商 其债务重组标志着对中国建筑商担忧的潜在回应 此前政府主导的打击杠杆制压料流动性 导致房地产公司在2021年违约创纪录的美元债券 重组并没有解决恒大核心房地产业务产生足够流动性的挑战 恒大投资要400亿美元 东方资本研究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 Andre Collier 表示 下一则新闻 猫头鹰对压抑和魔法逃脱的超现实尝试 金融时报报告 香港作家谢晓鸿 在他的小说 猫头鹰 Bulish 中苗拐了一幅威权统治和国家镇压的乐梦般的画面 城市本身被苗拐成存在于做梦和清醒的交汇处 谢晓鸿出生在中国大陆 他让独者看到了一个言论自由受到威胁的地方 人们在官僚主义的压迫下有失去身份的危险 小说的主人公叫教授 就像卡夫卡不下的药失夫 其一样发现自己被一个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网络所困 猫头鹰巧妙地向作者致敬 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是一本在仿客和明显现实之间超现实转换的书 让读者感觉自己好象走在刀刃上 谢晓鸿充满了引人注目的异象 警告说当社会梦游陷入灾难时会发生什么 将幻想与世俗融为一体 产生强大的效果 谢谢收看香港简报